疫情持续延烧 但是意外事故或是疾病所需的血并没有减少 日前花莲捐血站主任就拜会县长徐真伟 并自称感谢状 希望在今年有更多合作机会 为花莲的血库提高存量 根据台北捐血中心花莲捐血站的资料 目前花莲地区的平均倍血量需要7到8天 但是目前的捐血的血量不足 其中A型O型的血量仍然不足 感谢我们花莲县政府在上个礼拜的疫情 记者会帮我们做呼吁 有获得各大媒体的一个报道 在这几天来有提升了一天的安全库存量 但是还是在不足 目前的安全库存量只有5天 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达到7到9天 才会是比较对病人的运用上面 才会比较安全一点 但是就是在县政府这样子的泡砖语液 然后再加上各大媒体的这样子的协助之后 我们上个礼拜六日 就是说在应该说全台 应该引起全台的一个效益 所以整个捐血量稍微提升 那有提升了一天的库存量这样子 疫情持续延烧的同时 还有许多患者饱受其他疾病所苦 协议需求并未减少 5月到10月份有那个棒球的比赛 还有部分的场次是在花莲的新运动场 虽然县政府都很支持 这次说都有是免费提供票券 给民众战略排队进场 那也可以就是换个方式 说不用白对你先来关会 我们算你票券 你到时候就不用排队 就直接进去这样 我们可能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对对 然后你捐血 然后你们可能我们就是发一个 你到时候拿凭证来换球票 了解 对那我们另外开一个口 就是说捐血证球票的活动 是是是 请在这边拿凭取 但以往主要募集的地点 如企业校园都远距上班上课 导致血库入不敷出 记者林杰华联市采访报导